各位好,来到下午2点04分 先看看我们港股五大指数的最新形势 所谓五大指数就是恒生指数 就是蓝筹股 国企指数就是国企股 红筹指数就是红筹股 科技指数就是行业指数 就是科技股 综合指数就是大型股 加上二三线股 看他们的表现 一二三四五全部都暴跌的 跌幅方面 明显是以科技股和国企股的跌幅最大的 如果就这样计算跌幅 并不是我今次跟大家讲的真正变动额 就这样计算是差点的 就是科技股 当然它的波幅大一点 然后综合指数就是一般 但都成1%那么多 如果大家也是来看 上周五万米股做好 今次美指期货 虽然高位回转 但整体还升了很多 这样就去看好港股 这个就不正确的做法了 不一定跟的 所以今次我提醒了大家 它有条件充关 升上升 然后就掉头下了 预测股仰正确 再看看提升股票数目比较 暂时来说,恒生指数,虽然跌,但你看看,升多于跌的股票,多于好多的 估值,跌多于升,红丑,跌多于升,多于三尺,科技,跌多于升,而综合指数,跌多于升 即是恒生指数成份股之中,恒生指数成份股之中,有40呎升 为何令它跌,当然有大一两尺,两三尺被人扔得很厉害 这样你就看到整个大市究竟大户在玩什么 我们先看恒生指数期货的阴阳烛小时图 走势一开始,不断上升,接着就插水,然后大幅反弹,反弹后又回市 低位支持 整体来说,由这里的跌浪是未完的,一浪低于一浪的即市形势 指标方面,SAR出了个极点高位 但是,第一,第二,现在第三,即是跟三点就会决定 高不过这个极点高位 大家看看是多少 28252 收市位计算 时段收市位计算 市场继续跌,机会就很大 暂时是一个好一个盘 指标呢? RSI就是淡的 STC 是... 仅仅是好的 因为%G 仅仅是%D上 MACD淡的,即是2淡 2好3淡 形式是偏淡 这个是蓝筹股 国企股 在国子期货 此数期货 有企市性高 淡淡 这个 呃... 这个是淡 这个也是淡 1,2,3,4 4个淡 1个好 就是向淡 国企股表现比蓝筹股差 科技股 科技股又是淡淡 都是淡的情况 和国企股一样 1好4淡 都是显著向淡 不,都是向淡 不算显著 显著5个淡 究竟国企股和科技股 即市肯定是严重超卖的 你看一下小时图 肯定严重超卖 反弹会今天 五线末段 剪开呢? 明天就剪开呢? 不知道 但是我看 明天剪开 明天收市之前 剪开 即市反弹的机会 应该是很大很大的 接着我们修了这张图 再看 33个行业里面 这个是根据成交金额排列 由上而下 由左至右 绿色就是跌的 跌的幅度就是窥户 看一看 绿色跌多个升 但也不算很大 0.0% 0.3% 不算大 通常 如果这些行业 有0.5% 才算很大 那有0.5% 或以上 大家看看 成交多些计 成交这么少也不要计 没有代表性 最多都是这个 地产 0.471% 逆市升 汽车 0.412% 现在 就叫做好些 大家看看 那些 压哪些行业 压哪些行业 另外一个 在法外 当然看过资金流向 资金准主动买入 是蓝色 2亿多 2亿多 这个多些 这个 6亿 食物及饮料业 数货版块 这个更多 9亿 8 汽车业 近期的强势版块 这个叫做不错 虽然不够5亿 4亿2亿 一般金属及矿石业 压价3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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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足够5亿 纳类就没有什么 看完版块 压价主板市场 非散户主动买沽比率 现在是49亿51 就差过过去 五月交易日平均比率 是51亿49 就代表 订货是 多过 数货 多少少 资金准主动买入 只有2亿多 线成交金额比率 0.23% 就没什么 解释 过去 五月交易日平均 平均成交金额是 1180亿 左右 上午的卖空金额比率 14.75% 和平均的14.795 差不多 过去五月交易日平均成交金额 1442亿 这是头二十大 资金被动买入 和被动卖出加盟成交最多的券相 首一二位 第一位是来自上海北水 中国投资信息 第二位是来自深圳北水 中国创型市场风暴 排第一二位 即是他们托了市 如果中资托了市 那当然是外资沽 第三位是JP Morgan 第四位是摩根斯丹尼 第五位是美林 摩根斯丹尼 中文叫做摩根斯丹尼 然后头五位的买卖券商 最多的 托着的 是有一只 很少见的 就是2190 歸创通桥 这一只 是托着的 压价就是压一只主力 美团3690 除了中国投资信息之外 其他四大被动买卖券商 都是压着的 包括深圳北水 中国创型市场服务 好了 未讲这个 今天要重点分析的周大福之前 我们看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现在是报4335.12 没有创到职日升高 因为最高是4347 现在仍是升0.522% 依此计算恒生指数 现在的合理值应该是28526 正对的 不过 看一看 恒生指数现在比合理值 是偏低1.4% 国企是偏低2.2% 科技是偏低3.7% 哇 好多 红丑偏低0.8% 算是最少的 综合指数偏低1.6% 可想言之 港股现在表现非常差 落后美股很多 再看估计结算价 EAS 在11.5% 恒生指数是报28257 即是现在28200 即是一直跌 现在 国企指数是10346 也是跌 科技指数是如何 当时是7771 也是跌 加上现在三个指数 都比他们的 EAS 即是估计结算价 都是偏低的 幅度有0.22% 至0.47% 不等 正路来说 收市前港股都很难 大幅回升 转跌为升的机会 極微 成为升值指数 最低至今 是2043 445入 042.71 2043 2043 就是到了 第二个即市 重要支持位 是在今早给了大家的数据 是有些反弹的 反弹了大概是100点左右 现在是28136 接近100点附近 而最高开市曾经见过28338 即是说在28338 即是连合理值都不到 所以现在恒生指数的即时波幅 就是在第二个即时的支持位 就是在2805、60附近 直到如果真的收市前有些大的反弹 全都顶好 我看一句 即是九成半以上的机会 是在杜邦合理价 285、291 全都顶好 不到的机会是极大的 大家知道即时波动范围是怎样定的 还不明白的 不要紧要 我每天都会说的 说了几次就明白了 我不是看恒生指数 我看国技指数 你就看得到 红丑也看得到 纵丑也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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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明白了 这个方法 我认识了这个方法 看周大福 周大福 周大福 第一只波幅 现在是34厘的股票 恒生指数 现在大概是16厘多 我印象中记得 刚才看到 16厘多 刚才我给大家的表 刚刚删除了 有的 即是等于 大概2倍 即是炒了 这些股票的波幅 恒生指数 炒了 赢富基金的2倍 即是大1倍的波幅 现在是17.68 今次最高 开始的时候 见过17.74 刚才 下午 多段 就见过 跌过来的 17.64 今次最高 见过18元 对不起 开始17.74 见过18元 现在17.64 先升后跌的走势 那股票 先看看 买卖差价是2千 OK 震幅是2.361 不高 量比较0.505倍 买卖都叫做两限 那买卖两限 我们看什么 看资金证 资金主动买入 现在 拆了80万 都不够 占成交交比率0.54% 无启示性 过去平均五月交易日 915万 资金主动买入 也不太多 现在 非散户主动买沽比率0.0 为什么会这样 一会解释 过去五月交易日 是51.49 即是说 非散户买家 和非散户沽家 实力 即是进取程度 差不多 即市载力位 最重要的 现在是17.9 似乎想下压 股价想下压到17.72 最好 站到17.72 上边就好 否则局势 都是担忧控制住 刚才我说 0.0 是什么 原来 我和大家看 今天有很多新朋友 看这个 投资现金分析 上次我再说一次 舊的 就不要介意 每种交易 有分为自动对盘 和非自动对盘 例如我认识 非自动对盘 我不要非自动对盘 而自动对盘 是分为三种 我刚刚上来 昨天讲 投资影音教育 上课的时候 就教了大家 在patreon频道 这个 这个 段影炒 股票 获利的竅门 第二货 我都说了 如何分为自动对盘 第一第二货 也说了 有三种 第一种是正常 或者是标准自动对盘 第二种是Y盘 就是交叉盘 我们不计的 第三种是竞价盘 U盘 也不计 我们只是计一种 如果这样计 你的成交不够一百万港元 我是当散户行为 如果够一百万港元 不够二百万 就是当为 什么 是中户行为 中户很多是什么 就是职业炒家 职业炒家 很醒目职业炒家 而二百万或以上 我们分为三级 第一级就是二百万 去到不够五百万 我们就叫做 普通大户行为 交易 够五百万 但不够一千万港元 每一宗交易 我们就叫做 大户交易 而够一千万港元 每一宗计获 就是超级大户交易 如果我这里计算了 二百万或以上 就是说 所有三宗大户交易 有几多宗成交错 是零 即是这个股票 大户今天是没有购买的 没有买卖的 如果你说 我们看中户 又怎样 由一百万计起 答案都是零 即是说 到现在为止 对不起 全部参与买卖 都是散户 每一宗交易 是一百万港元 都不够 如果你现在冲进去 做买卖 做对手 只是散户 有什么事 职业炒家 特别的大户 是不会帮你的 所以 大家应不应该 进去买卖 这股票 应该答案 现在暂时 暂时托着股票 是高城 亚洲 资金正被动 买入是二百六十几万 不够 另外 压着中信里昂 是三百九十几万 你看金额 压着股价 所以压着股价 一个是托17.82 才4 一个是压着17.9 平均计 看完这个 再看看刚才的图表 是收大福的日线图 我们让我们看看 我们看回到刚才的图表 这张是收大福的日线图 我给大家看看 是很稳定的上升 如果你看到保力加通道 它过不了保力加通道 它过不了保力加通道 顶上站稳 站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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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不到 收市价 SAL 在下面股价 两个都利好 RSI MACD比5天平均线低,即是转弹了 STC%K比5天平均线低,所以亦发出沽空讯号 MACD还未发出牛熊沽空讯号 所以1、2、3好,形势短期只属于偏好 即是在这个时候追进去,似乎要计清直播率 有机会再跌低一点 即是在短期会猜测回吐的机会存在 大家小心点 如果已经持货,就是将指赚位推上去 我教大家如何放置指赚位 很容易 阻力位暂时在18个优异 大家也不会怀疑 支持位第一个 看上去,哪个位是明显跌下来 是否这个低位 17.02 第一个方法,就是将这个放在17.02 即是指赚位放在17.02 沽后再找位买国 如果到时形势还是利好 在图表讯号支持下 在直播率支持下才买回 或者买另一只 这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 你计算一下 如果这个都搜不到 那又怎样呢? 你找下一个更明显的升浪 起点 我会看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一升一日两日 两只阳烛 很长的阳烛 嗯 这是一个明显的低位 14.54 又知道怎样呢? 我打了在我的表 这个试算表 我便免费给了所有订阅我patreon频道 gold 或者以上级别的 是gold 对不起 是planningum 或以上 可以看投资影音教育上课的 是planningum 和diamond的会员 才会给他的 你用这个 科朗理论 神奇数字 或者这个黄金比论 计量度先跌幅 我教大家一次 低位是14.50 对不起 我看错了 不是14.54 是这里的最低 应该是14.50 就是14.50 回来 14.50 打错了 最高升到18.12 刚才说了 18.12 我们每次打完都要小心对 因为打错了 继续答案就错了 18.12 这是一个很强劲的声势 如果很强性的声势 第一个低位 17.5 第二个低位 17.26 6 第三个低位 16.73 指利用哪一个 就是你自己决定 你愿意承受的风险 做你的指示位 或者三个 分三批 只赚 不是指示 只赚 这是一个做法 我们再看周线图 周线图 周线图 我们主要是用来看中期的形势 周线图很明显的声势 我先计一计 多个参考 这个声势是由多少开始 11.94 是吧 没错 这次最低位 11.94 我们将 改了做 11.94 大家第一次看我投资影音分析的朋友 不需要关心这个数 这个数 没有关系 我改这些 下面这些数是不会移动的 我改这些数 改成1 这些数也不会移动的 是吧 没关系的 为什么要有这个数 因为我上个星期 不分析另一只股票 我平时改了 你不喜欢我 这样再说 等这些没用 这个数只会影响这几格 18个优异 11.94 如果0.232 就是16.662 如果再看第4的支潮位 就是16.662 指标 全面利好 5个指标利好 阳速就厉害了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8个星期阳速 今个星期 跌回到保力加通道中途 顶部下面 非常正常 如果你懂得 保力加通道分析法 我说你真的懂得 不是偷偷其其 升到通道顶 就沽顶底部 就买那种分析法 最后 我们说 月线图 月线图 1 2 3 4 5 不代表这些股票长期形势 都是全面利好的 都可以抠下买的 即是这些股票 只要是什么位买 什么时候买 又是另一回市 我说它值得买 是不是最值得买 又是另一回市 可能它是值得买多少 但仍然有十多个股票 更加比它值得呢 大家留意 就是我在每一个交易日 收市之后 给大家的WhatsApp会员 的正面淡寶 每个交易日 收市后更新的 那就提了 今天 今晚 11点59分之前 是最后截止 你申请这个VIP会员 免费的WhatsApp会员 收我的 每日的资讯 分析结果 半年至一年之内 都不会收新会员 因为没有会员 我要将一些旧会员 不活跃的 取消会员 才有位置 就像今次 一会儿 稍后 我会有第三季的 NPF 强制性公积金 最新的资金分配 建议给大家 所有WhatsApp会员 大家留意收任何WhatsApp信息 记住 你是我的WhatsApp会员 记得记得 将我的电话66219728 放在手机里面的 联络人名单里面 因为如果 你现在不放 你一转电话 你不记得 没有的话 是不会再收到的 这段分析到此为止 多谢各位收看